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英國的極右暴徒引發的全國暴動已經稍微平息 不過這個周末,周日會不會再出事呢?沒有人知道 警方嚴鎮以待,司機嫌手上也說了不會去辜息所有這些暴力的人 參與暴力的人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會引發這個暴動呢?當然有英國的深層次的原因 但是觸發這件事就是跟在網上流傳很多的假消息有關的 這個假消息就不單止在英國的網上流傳 也都會在中國的網上或者香港的媒體那裡流傳 就說英國怎樣不行?出街就分分鐘有事 會被人打,極度危險,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在中國或者香港的媒體流傳的消息 我們住在英國的人就發覺得非常可笑 但是這些消息是怎麼來的呢? 為什麼會有人相信呢? 荒謬的程度是怎樣呢? 稍後回來詳細地跟大家說說 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開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三十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這場暴動當然有英國的深層次原因 但是觸發的,剛才說過 都是在網上流傳的假消息 就是在Southport三個小朋友被殺之後 傳出是一個非法入境的穆斯林做的 拘捕了十七歲 但是結果發現這個被捕的疑空 是在英國的威爾斯出生 他生長在基督教家庭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錯的 可惜的是這些極有的人 深信這個謠言 不少的香港人都相信 到今天在我網上留言的人 還是說是穆斯林做的 我覺得替他們很可惜 他們不是文盲,不是不識字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偏見 另一個就是觸發這場暴動 就是警察所謂雙重的執法 雙重的標準 他們說是2T Policing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對這些親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的示威 相當仁慈去處理 相當容忍 但是對於那些反穆斯林 馬上是非常嚴厲 非常果斷地去執法 實際是不是呢 在這次事件發明出來 有幾件事 就是那些所謂反制的 反對這些 他們叫做反法西斯 或者反納粹的示威者 如果有一些過激的行為 有暴力的行為 被拘捕了 在庭上也被判了 坐牢也坐得很重 如果有暴力的行為 另外一個就是工黨的一個地方的議員 在倫敦出席一個反示威的活動 現場你見到 流傳一個片段 就是他在一些反法西斯的 示威群眾中間 拿著咪咪在那裡喊 喊什麼呢 他們是令人討厭的 厭惡的納粹法西斯分子 我們需要割斷他的喉嚨 Cut the throat 將他們全部消滅 這是一個黑人 他叫了不止一次這句口號 這一段 網上流傳的片段 警方作為證據 馬上抓了他 說他散佈仇恨的語言 記住在英國 在英國不同 在香港 你說說說說 如果你散佈一些仇恨的語言 企圖引起這個仇恨的犯罪 警方是很重視的 不理你 不理你說 就是仇恨穆斯林也好 或者仇恨其他反穆斯林的人也好 這個工黨的地方議員 第一馬上被工黨 就開除了黨籍 就是停權了 他不是我們的人 第二馬上被警方抓了 OK 那麼他們 這個工黨議員 除了割斷那些反法 法西斯 納粹分子的人的喉嚨之外 就是高叫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 已經被抓了 OK 被起訴的這幾百人裡面 或者被捕的這幾百人裡面 不只是那些極有的暴徒 也有些是反法西斯的人 可能你會說 比例差很遠 抓那些人 大部分都是白人 都是不滿意這個難民政策 其實警方的行動 是按照你的暴力的程度 有沒有暴力 你放火 燒別人的酒店 當然要抓 破壞別人的商店 衝進去搶東西 當然要抓 還有 如果你是說一些仇恨的語言 企圖引起仇恨的罪行的話 香港人是不太明白的 哪些是仇恨語言 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千萬要小心 譬如 譬如 我在BBC看到的 法庭的一個報道 現在在英國法庭也有些 可以進去拍的 法官去判決的時候 那個人是甚麼事呢 他站在一個現場 示威的現場 去假裝猴子叫 其他人起哄 當然是諷刺那些黑人 我也說 如果你扮猴子 在一個球場那裡 扔香蕉 進去球場 在打球的時候 扔去那些黑人球員那裡 一定會抓 香港人不太明白 扮猴子有甚麼問題 扮猴子就是 諷刺黑人是猴子 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結果是甚麼呢 結果是判了入獄八個月 他有前科的 都是類似的 仇恨的罪行 被抓過 認了罪 所以就扣減刑期 坐三分二 跟香港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香港是學英國的 現在說這個措施 在那個 那個 這個暴動 其實就是稍為平息 那是甚麼原因呢 是不是 這個英國警方果斷 執法 拘捕了 這一班暴徒 而且 很快就判了入獄 所以有阻效作用 或是 是 地方的 居民 出來 有千幾二千人 例如 在利物浦有三千人 去做一些反制 他們沒有暴力衝突 在人數上 是多於 這些 右翼的暴徒 但是他們是很和平的 也是很堅決的 你有不同的意見 沒有問題 你不要來搞我這個社區 你通過選票 你有選票的 你有不同的方法 去 決定 去 希望改變政策 你不要用這些 破壞整個社區的方法 尤其是 去衝擊清真寺 去燒別人的酒店 去搶藥 我相信 這些反制措施是有效的 雖然警方 或是當區的議員 呼籲 這些交給警察做 你們不用了 你們不要做 但是 我認為是非常有效 就是他們出來 站在街上 拿著標誌牌 Welcome Refugees 是不是Welcome 我真的不知道 但他告訴你 雖然我們也有些人 不滿意這個難民政策 不過我們不是用這個方法 去表達 我們的想法 就是這樣 好了 說回 我發現 很好笑的地方 是什麼呢 在海外 包括在香港 看英國的問題 覺得極度危險 很恐怖 好像全英國也有事 會打殺搶 什麼都發生 所以外出也有危險 當然不少國家 不過香港政府 都說要重新對英國 是需要有這個 旅遊警示 大家沒有必要 就不要去 這樣 有些東南亞國家 都有這種情況 我覺得可以理解 如果看新聞報道 就覺得真的很危險 你看香港媒體的報道 都覺得很危險 但是 實情下 沒有那麼危險 但是有很多假消息 在網上流傳 特別是在中國的網上流傳 這個我拿出來說 也很好笑的 有一個抖音的頻道 在星期四的時候 上載了一條影片 就說什麼呢 引發大屠殺擔憂 一開始就是這樣說的 全國各地的商店 餐館 和企業 完全封閉 這個第一句很好笑 要完全封閉 大不日瘋英國 極有分子 瞄準英國一百多個地區 英國媒體直呼 將引發大屠殺擔憂 這個真是 不知道你們嚇死 就知道就真是笑死 的確確 某些有 預告說會有這個 示威的地方 在那些店舖 是提早關門的 例如 劉遠璋在 星期三的時候 因為在網上流傳 有人去那裡示威 街坊 街坊告訴他 店舖 我們下午兩點就關門 本來四五點 現在兩點 就怕有人來破壞 因為試過 打破玻璃 又要再弄 於是 山門之外 也都找到那些板 他們都很習慣 找一些板 封住了 廚窗 是有的 不過 英國 這個暴動過後 過了星期三之後 就照常開荒 什麼事都沒有 至於什麼大屠殺呢 根本就 完全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英國的媒體都沒有任何這些 這樣的暴動 只是那些商鋪有山門 完全是指虛烏油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播主 這個豆瓶的播主 粉絲很少 就是千多個 但是 有一個是三百萬粉絲 這個頻道 叫做海空世界 厲害 在網上 複製了很多影片 在那裏登 怎樣 有很多的催淚彈在街頭 那裏 就是籠罩的 非常混亂 但是英國 這些示威 其實 沒有放催淚彈很久 原因就是 原因就是 已經停止了用催淚煙 催淚彈的方法來控制人群 根本沒有 警方的武器庫裏面 是沒有催淚彈 這個武器的 這個影片是哪裡來的呢 這個影片其實不是英國的 可能是其他歐洲的國家 應該是法國的影片 法國有很多示威 大家知道 早前因為有價 黃背心的示威 有關於 有關於退休年齡等等的示威 每個州別都去的 他也是催淚彈漫然的 但這不是發生在英國 第二 就連市中心 倫敦市中心首相府唐寧街10號 也被人 扔了燃燒彈 這不是最差的 英國內政大臣說 如果靠警察不足以平息暴亂 必要時會調動軍隊協助維穩 這也是很可笑的 第一 唐寧街10號被人扔了燃燒彈 這麼容易 這麼容易進去嗎 很難進去 遊客不可以 走近那裏 普通人都不行 驗震以待 何況在今天 這麼多的謠言出來 根本沒有 沒有任何這些 燃燒彈的情況 只是在附近有示威 有示威的極油人士向警察 扔玻璃瓶石塊 根本沒有燃燒彈 第二 第二 已經澄清了 英國政府 無意用軍隊對付示威 說得很清楚 有這樣的流傳 香港很多人說 會不會派英軍出來 因為好像會搞不成功 但是 內政大臣已經出來譴清 沒有 沒有任何這個想法 我們的警察 都會搞得很 國防大臣也是 無意動用軍隊 應付示威 為什麼有這樣的流傳呢 香港也有 香港的主流媒體都有寫的 講到很恐怖 我覺得這個原因 一點也不複雜 一些都不複雜 極右的人用假消息 去煽動群眾上街 很多人都相信 殺死那三個小朋友 就是非法入境的穆斯林 實際 我再說一次 實際他是在英國威爾斯出生 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 一個17歲的 青年 現在應該18歲了 極有的人是信謠言的 很多中國人都是信謠言的 他們是信謠言大 喝謠言的奶水大 香港人不是何尚不是一樣 他們喜歡聽網上的KOL 越是多謠言的 聽藏師那些越多人聽 完全沒有根據 為什麼呢 原來很簡單 他們喜歡戲劇化的東西 喜歡陰謀論 個人懶 不去核實任何的資料 這個幾百萬粉絲的 說的話都是真的 那我就相信他 是不是 自己可能的英文是一般的 又不去做核實的消息 那就相信講廣東話的 相信講國語的普通話的 所謂KOL說的話 於是相信到十足 相信到今天都繼續相信 是不是 別人澄清了很多次 說不是啦 沒有這種事 那就繼續相信 這個就是 有些人說謠言至於智者 其實誰是智者還是愚者 真的很難分 但是謠言是很多人相信的 這個也是真的 這個此其一 其二就是 為什麼要帶這個風向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香港政府為什麼要說 哇 英國很危險 大家不要去 香港那些 那些藍絲的KOL 為什麼要不停地去講英國 幾嚴重的消息呢 不說自明 如果在中國來說 你看看我們幾點 很多人在網上留言 你看看 民主自由 你們嚮往民主自由 你看看那裡 被人打死你 出街 他們種族歧視 OK 你還要去英國 活該你死 你看看我們中國幾點 你看看我們中國管新疆 同樣是穆斯林 你管它 有什麼事物都拘捕了 我們有沒有任何暴亂 沒有 我們多好 恩恩向榮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就是這樣 然後 在香港就說 你們這些BNO BNO有 是不是後悔 去到這個地方 會不會回來了 不要回來 在那裡死就算了 還不打死你嗎 英國說什麼落土 什麼天堂 當然是錯了 不停這樣傳 當然也有香港人是信 然後就不停去問他 移民了去英國的親友 你們有沒有事 我想絕大部分人告訴他 沒有事 很平靜 很個別的地區發生 是虛張聲勢來的 OK 這些新聞傳 是用來說自己的國家管治得多厲害 你多厲害 然後香港那些 很特別說 你們這些BNO 怕不怕 是吧 你去到 被蠢 那裡被蠢 那裡被蠢更害怕 說出來 你們會不會後悔 你們會不會回來 你們會不會不碰 那在英國人 確實都 可能會有部分人有這種感覺 哎呀 悔不當初 回去 避避了 有些人可以隨時回去 或者現在已經回去 放了暑假 遲些才回來 你知道香港人 當然是爭奪的 是吧 當然是 連冬天都不想在那裡捱 何況是暴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當好笑 英國是 是不是好 是不是好 這個大家 每一個人在這裡的感覺都不同 自己的判斷都不同 第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你接收資訊的時候 我經常說 不要那麼懶 收到你在網上 WhatsApp群組 傳給你 Signal群組 傳給你的東西 你看完 你不要馬上就相信 如果你是上心的 你要去做 Fact Check 去問一下 英國的人 究竟情況有多嚴重 不要做一隻 不要做一隻豬 現在很多人接收資訊的人 就好像豬一樣 豬不是蠢 豬可以也是很聰明的 但我覺得 不少人 是懶 隨便 聽到就相信 這些所謂帶風向的東西 是無日無之出來的 極右的也有 極左的也有 如果你是 那麼快接受 那麼快信以為真的話 你就會中毒 我同意一個說法 英國是一個很奇妙的國家 很極端的東西 在這裡是沒有市場的 很極端沒有市場 歐洲反而會有 你看到德國 立罪德國 為什麼 希特拉 這麼多德國人擁護 這麼極端都這麼多人擁護 當然有它背後的原因 一戰之後發生的事情 英國的經濟衰退等等 這些極右的暴行 在歐洲人裡面 不少都是接受的 但是在英國 是不極端的 我覺得整個極右的暴動 今天可以暫時平息 最大的關鍵就是 一般人是不接受這種做法 無論你內心 多麼不滿 他們覺得是可以用 用一個比較平和的方法 因為有機制 因為有選票 慢慢去改變這件事 你可以抗議 你可以示威 你可以上街 但一來 就扔汽油彈 去燒那些難民酒店 在當街打人 破壞店舖 英國人覺得太極端了 大部分英國人都是不接受的 我認為這場暴動很難繼續蔓延下去 但是當然 這個工黨政府 是在今次的暴亂裡面 吸收了什麼教訓 需要做什麼改善的措施 特別是對於南嶺基層的人 例如有些失業的 有些可能工資很低的 應付不了今天生活的開支 可以怎樣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平息他們的不滿 我想這個問題是關鍵 香港的朋友 中國的朋友 或者海外的朋友 麻煩大家不要 謠言 聽到之後馬上去信 不要在網上看到一些 所謂很出名的人說的話 你就信到十足 麻煩用一下自己的腦 做少許 fact check 看看他們的說話是否真的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就會覺得 偏見會越來越厲害 好了 這次講到這裡 支持我的patreon 和心者有快channel 多謝收看 再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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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